女人接下来发现 墙上有个人在偷窥的 她却一点不害怕 可下一秒 接下来男人就把她制作成了各种美味的奶油 冰淇淋和蛋糕 没错 她是个只吃肉的魔鬼 可她却爱上了隔壁的植物天使 每天做梦都想吃掉她 为了接近她 还特意送给植物小姐一份礼物 善良的植物小姐并没有意识到危险 还作为礼尚往来 邀请她来家里做客 机会来了 想着植物小姐那香甜的味道 石肉先生乐得屁颠屁颠的 隔天她就带着礼物 敲开了植物小姐的门 但她绝对想不到 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盛宴 一进门植物小姐就为她准备了 一大堆的胡萝卜小点心 石肉先生从小就惧怕吃植物 因为吃了植物会死 但为了不暴露自己 她还是选择伸手去抓 可突然 蔬菜居然变成了一个个的大嘴巴 完了完了 石肉先生一惊慌 还撒了植物小姐一身的水 她赶忙道歉 可植物小姐却安抚起了她 哎卖 这手也太软糯了 石肉先生馋得老泪纵横 植物小姐还以为她是紧张 于是邀请她跳起了舞 这下更完了 零距离的接触 石肉先生总想咬上一口 可东一声 植物小姐的餐好了 那可全是一排排的小胡萝卜 石肉先生更是一口都不敢吃 于是植物小姐亲自喂起了她 结果下一秒 被以为会被吃掉 但石肉先生却救了她 因为她真的爱上了植物小姐 可植物小姐一一清醒 就直接用叉子插进了她的动脉 又为了防身 死死地轮起了铲子 却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手指头还在 也意识到了这时常意外 于是赶紧把叉子拔了下来 结果 好家伙 她又插了回去 那疼的 石肉先生都没忍住流泪 看着她可怜巴巴的样子 植物小姐决定娶了她 于是植物小姐告诉她 你只要敢咬老娘 老娘就给你奉行 原来植物小姐就爱 饲养一些石肉的植物 这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从此两个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如果天上出现这么一张脸 可千万不要回头 赶紧跑 要不然它就会把你吃掉 就在刚刚 它还是天上圆圆的月亮 但地球已经不是以前的地球 汽车都在行驶 却空无一人 就连地铁上也看不到一个人要 人类都去哪里了呢 原来他们都躲了起来 生怕被月亮吃掉 因为一到晚上 月亮就会变成可怕的恶魔 而且每半个小时 就会靠近地球八千米 他面目猙獰 眼睛里充满了怒火 所有人都害怕极了 纷纷趁白天逃离了这个城市 可月亮却越来越近 直到撞到了金子塔上 完了 这个小人一下就被他炸没了 这男人正在吁吁 结果一只大手从天而降 还拿走了他的小汽车 原来是金刚在拿他当玩具 这小汽车也是结实 就这么光光撞大墙 他也没咋地 小金刚正玩的开心 结果金刚爸爸一巴掌就呼了过来 原来是叫小金刚吃饭 但叛逆的小金刚就是不听 又开始撞起了小汽车 直到撞了三百来下后 金刚爸爸急眼了 一脚就把小汽车踩到了地下两千米 小金刚哭得那个伤心 爸爸一看父爱顿时爆棚 为了安慰儿子 金刚爸爸从两千米的地下 把小汽车给拽了回来 被以为会给儿子继续玩 儿子也开始崇拜的看着父亲 结果他却说一下 还给了正在徐徐的男人 金刚爸爸的爱就是不能惯着 懵逼的男人是一脸懵逼 但不得不说 这小汽车也太结实了吧 千万不要惹怒一个 头上没有一根头发的光头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他会藏着什么致命武器 一旦惹怒他 就连一个三百斤的群击幻军 都被他牵着走 但你绝对想不到 这个第一次进监狱的光头 开始的时候还是个弱级 监狱里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随便点他 他根本没有实力反抗 就连吃饭都要被别人抢走 自己只能饿着肚子 直到这天 他遇见了监狱里的老大 看他不顺眼 立马把他关进了小黑屋里 就在马上要作变他时 光头拿出了自己的致命武器 居然是一只小墙 老大直接就被吓死了 从此光头一跃成了 监狱里可以打败老大的 会中国武术的强者 所以擒贼一定要先擒王 但想要报复欺负自己的人 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够 他需要一个小弟 他把目标锁定到了监狱老二的身上 那一身的剑子肉 一拳都能打死几百斤重的大象 但老二又怎么能屈服 就在老二要打死他时 秘密武器又出现了 一秒就给老二吓晕了 机会来了 光头直接就给他带上了链子 从此走到哪里都要带着他 让他替自己报仇 看谁不爽就要捶他 这下再也不用吃不饱饭了 所有的人都会供奉一份餐食给他 这都不算啥 更离谱的是 光头不仅让老二为自己赚钱 还修建了雕像 让大家膜拜自己 曾经的若即因为打败了恐惧 变成了王者 就这样光头不停的折磨监狱老二 让他变得越来越疯狂 带着光头就像疯了一样 把监狱里所有的建筑都撞翻了 还逃出了监狱 所以脆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有打败恐惧 才能最终成为王者 注意看 这个房子成精了 他不仅可以独立行走 还有个大大的梦想 就是想把自己修建成一个 富丽堂皇的宫殿 于是他趁着夜黑 狠狠地拔出自己的脚 就踏上了追梦的征程 这是一个年迈古稀的房子 被他的斗志吸引 也想趁着还能动 出去看看 于是就偷偷地跟上了他 结果不到一秒 就被小房子发现了 看着孤独的老人 小房子决定带上他 一起去追逐梦想 但老房子太老了 上坡都走不动 没办法 小房子只能推着他走 下雨 他们就一起跑到桥下躲雨 就这样 他们一起无论什么困难 都不能打败他们前进的决心 可这天老房子的拐杖坏了 他再也走不动了 被以为小房子会嫌弃他 并把他丢在那里 没想到 仅仅过了六个小时 小房子就拿来了一个新的拐杖 结伴同行总好过一个人孤独 于是他们又开始为梦想前进 一个小小的房子也跟了上来 路上还遇到了几个能隔善舞的骨仓 邀请他们留下来 虽然很快乐 但小房子知道 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于是他们又开始前进 直到走到了冬天 小房子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小妹妹 他好像被击中了 就在他犹豫要不要在这里定居时 老房子来了个助攻 可还没高兴一秒 漂亮的小妹妹就不见了 他知道这里也不是自己想要的 于是小房子又找到了老房子 一起前进 但寒冬的天气是越来越恶劣 他们还遇见了巨大的沙尘暴 命运多揣的两个房子 已经精疲力尽了 年迈的老房子也被吹得破旧不堪 小房子只能生火来为老房子取暖 可老房子已经一动不能动了 直直的矗立在海边 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 而小房子也要去寻找他的梦想了 所以趁年轻 一定要好好为梦想努力 陶饭拿出了一把小刀 想要抢个馒头来冲击 结果还没准备好 就被大爷发现了 老大爷二话没说 直接给了他两个馒头 男人愣住了 这是第一次有人关心自己 第二天 男人又来到了老头的馒头铺 依旧拿着那把明晃晃的刀 这次他不仅恶坏了 还看到了老人箱子里的钱 一下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 心想 只要老头开口说话 就解决了他 拿着钱足够自己逍遥快活一阵子了 可善良的老人还是没说话 只是想给他拿两个馒头 结果一转头 男人就不进了 原来是有一辆警车经过 男人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偷偷观察老人了 就在几天前 他偷了老人的馒头 结果一个馒头根本没够 就在他想再次作恶时 是老人的善良让他放下了自己的邪念 今天是男人第三次来到老人的馒头铺钱了 或许是为了钱 男人二话没说就拿出了刀 老人被吓坏了 可就在最后一刻 男人却放下了刀 突然一群呼啵啰冲了上来 他们逮捕了男人 原来就在昨天 老人看到了有关男人被通缉的新闻 他报了警 坏人被抓住了 可你绝对想不到 那报纸是这个逃犯 故意放到老人馒头铺钱的 因为举报的奖金是五万元 他想报答老人 原来他早就厌倦了 四处逃亡的生活 也对生活没有一点希望 是老人的善良打动了他 也让他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但可惜的是 男人痛改前非出狱这天 老人却已经不在了 他已经去了天堂 为了把老人的善意延续下去 男人排下了这家店 也做起了馒头 其名为平安馒头 注意看 女孩只是吃了一口饭 结果却越嚼嘴越大 不到一秒就病行了 更可怕的是 他的同事居然吃吃吃的 变成了一只仓鼠 太可怕了 原来这是一份奇怪的工作 就是每天来这里吃饭 咱也不知道 这吃的是什么食材 所有人都特别爱吃 但是他们却越吃越难看 有的人吃吃就变成了猪 觉得用勺不过瘾 就啃着吃 有的变成了鱼 就连小女孩也特别爱吃 还变成了螃蟹 女人吃吃变成了狗狗 旁边的人还变成了仓鼠 他们好像都没有发现自己变了 更恐怖的是 随着周围的人变得越来越恐怖 他们却一点不害怕 反而吃的特别香 有的甚至还会害怕 别人把自己的食物抢走 因为碗里的食物一旦被抢走 就会被认为不是同类 会被排挤 为了能吃上食物 这人居然变成了老鼠 想去偷别人的食物 而那些吃完食物的人 在离开座位后 就会统统变成正常人 小老鼠也只能偷到别人的饭后 才会变成正常人类 得以生存下去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饭 他们就算舔也要舔干净了再走 你绝对想不到 这就是人性和欲望 你看懂了吗 你知道喜欢好奇 后果有多可怕吗 一只每天必须生活在一根线上的小鸡 突然发现了个神奇的玩意儿 出于好奇它碰了碰 那东西QQ弹弹的 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 于是它用力一吸 哇那感觉舒服极了 开始的时候它还会克制自己 尽力避开 因为哪有天上会掉馅饼的事 但没过多久 它就又开始想念这感觉 于是这次它没有欲 一口吞了进去 哎我的天呀 这感觉比上次还舒服 腾云驾雾了 慢慢的它开始渴望这个神奇的东西 凡是看见它都必须要享受一下 但这个东西也不是每时每刻都让小鸡舒服 它会反噬小鸡的身体 但小鸡好像忘记了疼痛 痴迷的开始到处寻找奇怪的东西 渐渐让小鸡开始不满足 它想要更多的食物 可它的身体却越来越虚弱 原来纯白的健康小鸡 变成了黑色的弱鸡 甚至想飞都飞不起来了 即使它知道这个黄色的东西 自己不能再碰了 但它就是克制不了内心的渴望 一次一次的堕落 直到最后 它已经没有了力气 根本享受不了这种特殊的食物 带来的快乐 于是它的世界开始越来越黑暗 直到食物消耗了它的身体 它再也走不动了 生命也到达了尽头 所以好奇害死猫 千万不要好奇